俄乌战争谁是最大赢家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一个只拥有500万人口的小国 将因为俄乌战争赚得盆满钵满 原来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俄乌战争那边打了七八个月了 此前很多人都说 俄罗斯经济还是很稳定很强劲的 为什么战争只要一打响 能源供给就不足 尤其是整个欧洲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使得国际能源价格不断飙升 这些日子以来 由于美国的加息 美元的强势 国际油价有点回落 但是天然气价格真是没降 很多德国人现在晒账灯 上个月可能天然气账灯就七八十欧元 现在一下子变成1000多欧元了 十倍以上的涨幅 所以大家说俄罗斯靠卖能源能够支撑下去 但是咱们也清楚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那个打仗是要花钱的 那个导弹多少钱一枚 那个坦克多少钱一辆 俄罗斯就是能卖出再多的能源 说实话中央财政上也是捉襟见肘 今年上半年俄罗斯中央财政还说 他们盈余了超过15000亿欧元 1000多亿人民币 然而到9月底 这个盈余只剩下1000多亿欧元了 可能10月底俄罗斯中央财政就会出现吃字了 没办法这个仗打的时间越长烧的钱越多 当然了 在俄罗斯烧钱的同时 以德国为首的欧洲一众国家现在也很悲催 天然气价格的飙升 使得欧洲老百姓取暖都成了问题 使得欧洲大量的制造业迁徙 甚至有人担心欧洲未来会因为能源问题发生金融危机 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深受其害的 有一个欧洲小国简直是捡了大便宜了 哪个国家呢 北欧小国 挪威 在我们传统认知中 我们就知道啊 北欧的几个国家 瑞典也好 丹麦也好 挪威也好 简直像生活在天堂中一样啊 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不太多 但是收入非常非常高 属于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 而在这三个国家中 挪威这次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为什么 因为挪威和俄罗斯一样拥有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和俄罗斯不一样的是 挪威人口 那只有俄罗斯的二十多分之一啊 而且当西方世界开启对俄罗斯无休止的制裁之后 他们的天然气获取来源只剩下挪威了 欧洲各国拒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那么只能去找别的替代来源 可以找中东可以找美国 当然要找挪威了 好歹挪威离得很近啊 像前两天波兰就非常高兴的说 波兰和挪威之间的一条输气管线建成了 这样波兰可以摆脱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但问题是你得照市场价给人家挪威交钱呀 这场仗打下来之后 大家知道挪威赚了多少钱吗 在以往啊 欧洲天然气大概有20%是挪威供应的 40%呢是俄罗斯供应的 可是现在俄罗斯彻底供不了了 北溪一花二花被人炸掉了 所以挪威现在已经超越俄罗斯 成为对欧洲供气最大的国家 但是毕竟挪威的气也有限 所以今年以来挪威对欧洲的供气量增加并不是特别大 然而金额大大的增加了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挪威供气收入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 是的 就是这么夸张 谁让你欧洲特别着急呢 谁让欧盟下了言量 说要在11月份之前各国通通的天然气存储达到80%以上呢 你们敞开修储 那么挪威就敞开供应 然后大发奇才 挪威现在富裕到什么状态啊 挪威卖气卖油收入呢 大量的进入到了它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中 这个主权财富基金现在相当于平均给每个挪威人准备了超过20万欧元的财富 这还只是人家一个基金而已 我们以往在看全球各国人均GDP排行的时候说你看韩国超过3万美元了啊日本超过4万美元了美国更狠啊美国6万多美元大家知道吗挪威的人均GDP去年就8万多美元今年肯定超过10万美元了没办法一方面谁让人家有这么多油气资源呢整个欧洲现在指着挪威给他们供应呢另一方面人家总共才500多万人口每年几百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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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亿几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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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是能赚的盆满钵满 而且前两天北溪一号二号不是被炸了吗 挪威马上紧张起来了 咱甭管是谁炸的 这两条线被炸掉之后 整个欧洲对挪威的能源依赖加剧了 未来挪威只要放开网子 你生产出多少油气 统统欧洲都会接收过去 而且还是高价来买 所以挪威担心 挪威马上派重兵去保护他的油气资源 保护他的输油输气管线 挪威现在就担心 有人如果要采取报复措施的话 很有可能把他这个线也掐断怎么办 而且不光是敌方现在对挪威眼红 欧盟那些挪威的盟友对他都眼红 为什么那些国家感觉到吃大亏了 以波兰为律 波兰自己就说 你看俄乌战争打响之后 一方面波兰收了几百万乌克兰难民 本来欧盟收好了 要给乌克兰几百亿欧元的援助 以表彰他把这些难民安顿的很好 可是欧盟现在说不行 现在整个形势不好 欧盟没有那么多钱 这几百亿欧元不能给了 另一方面 波兰他也要忍受能源价格的不断飙升 整个欧洲老百姓现在都生活在天亮的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之中 然而挪威这妥妥的是发战争财 俄乌战争持续的越久 欧洲对于俄罗斯制裁越狠 能源价格就越飙升 然后挪威的收入就越高 所以就有波兰议员提议说 像挪威这样的油气输出国家 你们能不能少赚点钱 少发点这个黑心财 你要知道 你现在多赚钱是因为欧洲对俄罗斯制裁造成的 他们建议挪威你能不能以去年的天然气价格供应给欧洲各国 你就把今年这个涨幅都消掉吗 你不要让这些国家痛苦的来支撑你经济的发展 可问题是对于挪威而言 凭什么呀 人家这个油气都是自己的宝贵资源 人家按市场价敞开供应 就已经是在帮助欧洲各国解决他们的能源危机了 这个时候让人家便宜卖 那怎么可能啊